今天这个房子在上野的附近 走到上野站了6分钟 中间小哥找到钥匙了 走吧 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 在我做后期之前已经卖掉了 所以还是一个纯欣赏的视频 这个房子标价4599万日元 整合人民币300万左右 纯使用面积57.3平米 在四楼403 好 我们现在进来了 然后一进门这边是一个储物室 我发现东京几乎所有的公寓 进门都有一个很大的储物件 可以放鞋子 上面是电表箱 这样的话可以起到美化的作用 就不用把电表箱置在墙外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 左边还有上下两个非常大的出入柜 如果是书籍比较多的人 可以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书架 好 这边过来的话 就是厨房 卧室 还有主物 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写余的 这个是卫生间 卫生间是一个单独的房间 而它的整体的色调都是白色 地面也是大理石的这种 然后你在日本看房是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厕所的 那么所有的卫生间都是拿封条封煮 或者是拿这个 给你写一些字让你不要使用 这边是冠洗室 冠洗室旁边有一个洗衣机 大家看一下 而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柜 感觉可以放很多的衣服啊 保养品啊 生活衣服啊等等等等 再往里走就是浴室 在日本就是多大 无论是多大的功率 它都会有一个浴缸 日本人非常喜欢泡澡 然后我来这块之后也渐渐的被捅花了 我现在也很喜欢泡澡 对于坚勤啊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我们现在进来主要活动的地方 一进门这边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 它不是开放式的 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因为厨房的东西比较碎比较多 所以中国人喜欢把厨房单独作为一个房间 然后日本的厨房里面一些操作的台面 它都会给你集成好 比如像这个盖色炉 然后这下是烤架 然后有的厨房它还有洗碗机 全部都是一体的 那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好玩的地儿 就是它的下水的地方 你们看一下 其实你洗完菜之后有些碎渣什么的 就直接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把它倒掉洗干净 然后再放过去 这样的话非常方便操作 好我们现在进来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客厅 也可以当一个饭厅加客厅 这个地方有一个台面 如果妈妈在里面做饭的话 家人可以从这边把菜拿出来 放在饭桌上 很方便 给比较透气 然后这边有两个卧室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卧室 这是一个推拉门 应该算一个同房 儿童房 因为它的房间不是很大 然后里面有一个比较小型的橱柜 看一下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是主卧 这边可以直通阳台 然后这个主卧还可以做一个小书房 因为这边有打好的一个书桌 可以玩电脑 这边是一个储物间 储物间里没有我们之前看的那几个视频的大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阳台 大家可以看一下东京的这个玻璃 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它上面有很多一格一格的这样的 架层 这个东西据说是防爆炸的 如果有果灾什么的话 可以防止这个玻璃飞溅到你身体上 好 这个是 卧室的 金色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阳台 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日本的很多小细节 比如说像这个窗帘啊 它所有的公寓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小磁铁 然后平时它是这样粘在一起的 所以它就不会留缝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点力把它 一下拉开了 拉开之后呢 就很方便的把它拉到两边去 然后东京的窗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这个阳台目测 不是很宽 大概六十 六十到七十左右吧 但是它很长 然后外面景色是这样的 它的景色一般啊 因为它是四楼 没有办法蹲高望远 但这个房子它的优点是 它就在上野站的旁边走路六五分钟 所以可以说是 一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上野是一个很大的站啊 附近有很多上野空园 有很多景点啊 卖门啊 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玩一下 基本上游客都要来这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东京好玩的地儿 就是它的晾衣服的地儿 把这个往上一提 然后往下一放 这有四个圈嘛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对称的 放下来之后 你在中间这个地方搭一根杆 搭一根杆 然后就可以晾衣服了 这个也是东京的公寓 经常会配备的一种设备 旁边就是一个避难的 就是你房间如果找火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大坡走出去 这也是为什么 实际上阳台它不能算作在你的这个房产的面积之内 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公用的 产生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跑到别人的阳台去避难 那如果是公有的就没事 如果是私有的 相当于不轻了人家的私有的场地 在日本来说是违法的 今天的看房视频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你感兴趣 要给我三连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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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